下午起床正准备准备咖啡 随手拉开窗帘我就惊呆了 昨晚下了一夜暴雨 我的正样棚整个塌下来了 立刻打开门检查一下 看起来还有救 我赶紧冲出来想用手 把塌下来的地方顶上去 这是证明我有点异想天开 现在只能出去找个修理厂 看能不能修好了 小心翼翼地按下电动开关 听到这吱吱的声音 我真担心它会随时断掉 再把两侧拓展收起来 我这手摇是助手之腿 现在是越来越难摇了 出发之前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把别人的垃圾也带走 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要去找个地方修这阳棚了 我就这样绕着山路 开了一个小时才把车开到市区 结果又赶上了晚高峰 找了好几家修车店 不是下班了就是修不了 最后在天黑之前 找了一家店愿意帮我试试 前提是要在这里给车子做个保养 幸好点我左下角登陆 就能领188游戏福利 趁这回赶紧再多领几个礼包码 让他自己挂机生活级 争取早日把最高的5000也弄到手 全部弄完已经是晚上8点多 房车旅行今天满三个月了 既然来了四川 怎么少得了一顿火锅呢 今天是我房车旅行满三个月的大日子 服务员特意让他表弟来陪我吃饭 这样的画面是不是很和谐呢